首先我不選擇工作 把任何工作都接, 一邊儲錢 自己的費用都壓得很少 所有衣服我都大減價賣 特別做藝人, 你知道有時拍戲拍得很晚 其實你真的很想有輛車 但因為計算那條數 不如我還是搭公共交通工具 也很方便 希望儘量儲多一點錢 首席事業很多時候都是家人幫 但因為我自己中學的時候 實在拿了太大塊錢走 所以我覺得當我現在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我是不容許自己再問他們拿 我覺得自己過不了這個關頭 可能我媽媽存了不久一點 但我覺得一來他們年紀大 需要一些嚴急或有錢在旁邊 如果我又拿了, 我還要做大兒子 所以不行, 我接受不了 我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搬出去 真的很替你爸爸媽媽開心 說真的, 讀書讀到你這樣 現在又孝順, 又懂得想 又不會亂花錢, 還想怎樣 又或者一步步 可能我的計劃雖然是買三房 沒買到就可能先買一房 搬出來之後再慢慢… 有一天我會給你們一間屋子的 爸爸媽媽 好, 一定有的 謝謝 謝謝你